除了用H2O之外 在治愈的过程中 我们要在家里做这七个 提升免疫力的习惯 才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个癌症治愈回来 第一我们用H2O来提升我们活化我们的力线体 来活化我们的免疫力避开病痛 同时我们要做这七样七个习惯 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从这个癌症治愈回来 当我们选用H2O来补助这个癌疗 就是不想让自己活受罪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限期 只是患癌症后 限期看起来比较急切一些 只要不害怕 生命的限期就会冷静的去处理 减少遗憾罢了 所以当我们有癌症的时候 我们用癌疗加上H2O的时候 也可能出现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就是善终 就是在无痛的睡眠状态中往生 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存活下来 但是你拥有六或者气得的生活品质 这才算是对自己有智慧的选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